这是我不得不讲的纪录片 看安不由的感慨自己过得太好了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一个小女孩骑着马簧往四周 眼神如具好似天生的王者 在看见外人拿着相机时严厉地说道 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男人名叫关野吉琴 是日本著名的旅行探险家 他也被女孩吸引 主动上前沟通想要拍摄 小女孩有些生气当场拒绝了关野 关野心有不甘 第二天再次登门拜访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小女孩的家人格外热情 还没等关野吉人自我介绍 老奶奶就有些哽咽 讲述起了家里发生的大事 三个月前的一个夜里 家里的39匹马被偷马贼一夜之间偷走 茫茫的大草原上抓贼男鱼上青天 本就难以维持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小女孩才对外人十分抵触 这时关野才注意到躲在角落的小女孩 小女孩名叫普杰 全名普鲁系格意思是天之娇女 今年刚满六岁明年可能会去上小学 就是这个年纪 别的小孩还在撒娇要玩具时 普杰小小的身体还不及马而十分之一 却要帮助家里放养 木马 将家里的几百匹牛马管理得井井有条 期间还不忘提醒摄影师拍摄注意距离 小心马匹失控 普杰回家后还要负责砍柴劈彩 洗碗刷锅也不在话下 家人忙碌的时候还要负责照顾两岁的弟弟 六岁的普杰生活里没有玩耍一次 他只知道一分钟内没看好马匹 采欢蔬菜或者是跑丢了 他的麻烦就大了 外婆做饭的时候是他唯一的空闲时光 什么也不做静静的发呆 只是眉宇间不经意流露的愁容令人心疼 官爷见状也不由得感叹道 经过几天的相处 普杰也终于向官爷敞开了心扉 普杰的话语中对学校充满了向往 可生活所迫他只能将这些埋在心里 官爷问他读书想学什么 普杰有些迷茫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学校在教什么 他只是想学习 长大后当老师 念书给大家听 官爷还想继续沟通 可普杰皱着眉头看向四周说道 普杰的家庭也是十分不幸 父亲几年前就到乌兰巴托打工 自此生死未卜 他和年迈的外祖父母 以及年幼的表弟住在一起 就在这时一脸愁容的普杰突然笑了 只因为一个人的到来 六岁的小女孩会干什么 草原上六岁的普杰已经骑上马 驱赶照料家里的几百只牛羊 砍柴烧火做饭带孩子是他的全部 他唯一的梦想就是去上学 而家里只有妈妈支持他上学 但妈妈为了找被盗的马匹 已经离开一个月了 就在这时远处山坡一个身影出现 普杰和弟弟急忙迎了上去 出去找马的妈妈回来了 这是官爷第一次看到普杰露出微笑 当官爷问到妈妈回来后高不高兴 普杰有些害羞地点了点头 可当听到妈妈还要去找马时 普杰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但他没法做些什么 只能不停地帮妈妈做事 因为妈妈找马途中也受了不少的苦 大多数时候都是睡在眼外 外套当被子 冷也只能忍受着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妈妈在离开前承诺 明年春天就让普杰去上学 很快冬天来了 这意味着春天不远了 可普杰顾不上高兴 本该把牛羊赶到冬季牧场 但因为要寻找被盗的马 他们无法搬迁 寒风凛冽 大雪无情的肆虐 奴自一员的普杰 看着眼前几百头的牛羊 有些手足无从 他只得躲在牛棚后 比喻寒恶 不知过了多久 妈妈终于回来了 寒冷的蒙古包 终于多了一丝温暖 普杰依旧卖力地喜过 生活虽然苦累 但是每人脸上 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雪地里观野堆的雪人 逗得普杰哈哈大笑 笑容是那么天真无险 可令人动容的是 几个月的拍摄里 普杰始终穿着 那件单薄的外套 两条辫子也早已打结 观野提出给他们 拍摄全家服 外婆终于拿出 家里最好的衣裳 给普杰穿上 只是不知谁送的 衣服有些不合身 一家人露出了 淳苦又羞涩的笑容 正沉浸在喜悦氛围中的普杰 突然被妈妈叫去揉面团 他有些不舍待 还是照做了 妈妈为了报答官爷 将一匹白马送给了他 这匹马原本是普杰的最爱 但是普杰没有阻止 显然他也接受了 这个陌生人 观野有些感动 普杰家刚被盗走 39匹骏马 现在又送给他一匹 再加上无法带回日本 可是盛情难缺 观野只好将马寄养在这里 也证实这匹马 成了他们之间的牵绊 观野很会骑马 三人并排而行 让原本已经忘了 父亲模样的普杰 感受到父亲 仿佛就在身边 观野为了表达感激之情 决定送普杰一件礼物 普杰犹豫了半天 终于说出自己想要一台电动 当下正流行打电动 普杰也想玩 观野听后随即表示 从日本给他带一台任天堂的电动 普杰害羞地点了点头 眼看就要到最冷的时节 妈妈终于放弃寻找被盗的马匹 决定搬到冬季牧场 一家人忙里忙外 大人们收拾大东西 普杰就收拾一些小点的东西 一刻也没有闲着 观野也奉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半个小时过去后 只有地上一个大圆印子 能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 临行前外婆给观野等人 倒了一杯奶茶 初见外国人时十分惊讶 可现在他感到十分高兴 甚至把观野当成了 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千叮万主 观野明年要再来看望他们 观野深受感动 承诺明年开春一定回来 外婆害怕他们找不到 提前给他们说了 春天将要迁徙的地方 奶茶喝完后 分别就在眼前 害羞腼腆的普杰 靠在外婆身边 时不时看一眼 这个和蔼的大叔叔 尽管没有分别的话语 可当汽车开动时 普杰用力地挥舞着双手 观野静静站在原地 直到汽车消失在天际 观野也踏上了回家之路 期待着第二年的蒙古之行 但他没想到 有一个噩耗等着他